五星期起司料理 歡迎兩位主廚 Jerry Mess 先從傑瑞師傅這邊開始 戲廚為今天主要訴求的主食材 菜名叫做 腿燦冰花煎餃 打這個 貝爾魚鮮壓壽司 貝爾魚鮮什麼意思 卡門貝爾 卡門貝爾 對 白米起司 對 然後還有煙燻 煙燻乳酪 還有這個帕瑪 卡門貝爾的起司 對 還有其他起司這樣 來 請看示範 好 我們要先來做這個薯餅 早餐吃的那種薯餅嗎 對 也是薯餅 就下一點鹽巴調味 胡椒粉 胡椒粉進來 真的一點點而已 對 有味道 加一點點而已 胡椒粉進來 所以薯餅是需要泡水的 是吧 就怕它氧化 怕氧化 馬上用 馬上用就不用 煎餃內餡的部分 我們用的是豬腳肉 咬住絲 咬住 好 接下來這個 對 這邊我們加一點蔥花碎 是什麼 蔥花 將你帶一點點進來 抓你 然後這裡還準備了一些 焦化洋蔥 炒過的洋蔥 對 炒過的洋蔥 洋蔥它不是也在 各個是這一路的嗎 滾進去 對不對 跑中西式結合的感覺 是 然後裡頭我們再混一點起司 然後這個時候我請平浩 一樣要把它抓均勻 這邊我們的馬鈴薯絲 就會把它這樣抓到軟軟的 把手勁好好 戳到已經脫水了 加點油就可以煎它了 對 煎熟一點 然後這邊我們轉小火 加鈣 因為底部煎 它上面這個熱氣 這樣循環的時候 可以把上面也把它蒸透 OK 下面煎 上面蒸 是 來包我們的煎餃的部分 一個湯匙 對 一個湯匙 可以再多一點 對 今天希望做 做的是一個大的煎餃 它真的會爆出來 沒關係 這樣 不會 因為它這個皮有延展性 對 我們就是小心地去把它捏 你一定要包這麼滿 它現在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這個 沒有 我以為太多了 我那個進去 太兩盤 你是不小心加多了 還是其實有點騎虎難下 沒有 真的 真的希望可以這麼大 超級大顆 對 待會兒再回來 好不好 來 向後轉 對不起 有 這邊發生什麼事了 你現在要過三關 用的是什麼起司 用的是什麼起司 莫雜瑞拉 菜米 好的 我今天帶來的菜米是 奶香招來蛋蛋麵配 焦香流星球 焦香流星球已經看到了 就這個 請李師傅開始示範 來 沒問題 我現在要炸囉 好 李師傅拿好李師傅 李師傅很少人 拿那個肉的會這樣抓 你們 你們先不要 給你師傅壓力 對 你們先把它滑下去 好 滑下去 就把它站到脆上身 就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撈起來 可以了 可以了 漂亮 拆步 對 漂亮 就是這樣子 漂亮 它爆開了 李師傅 你那個勺子一定要這樣 比較穩 他覺得比較穩 我覺得這樣比較穩 好像以前都是在拿什麼 好 它好像都是這樣拿的 來 這個放這邊 放著就好 來 看不懂 這是糯米椒嗎 對 這個是糯米椒 加甜椒 加一點辣椒 甜椒 辣椒 甜椒跟辣椒都有 甜椒跟辣椒都有 你用了哪些起司 跟我們大家講 先講 今天用了哪些 其實我只用兩種 這個莫茲莉拉還有什麼 就莫茲莉拉跟帕瑪森 這個 對 起司球的 莫茲莉拉 那起司球 還有那一大塊 先把這個焦香的部分 整個把它炒均勻 所以今天你那個淡淡麵 我們所熟悉的那種 川味淡淡麵 你會有起司的香氣在裡面 對 好 備用一下 流出來 你又硬把它塞進去 我是問的 聰明 你又沒看到 你是不是 你怎麼會保留 我就跟你說 這流出來了 這個 這個等一下給他們試吃 有自私 向後追 壽司飯混合一點香蔥 來做一個壽司的基底 然後我們一樣 就用這個壓壽司的模具 先壓這個底部出來 好 Cutman Bear 這個一般市場上接受度也大 對啊 而且很好買 把這個起司加到壽司加進去 對 第一次看到壽司跟起司結合 對 那接著呢 因為這個壽司裡面 它的油脂感是很豐富的 所以我們先來放一點這個 沒有油脂的魚 對 鮪魚 鮪魚 那我們這個薯餅翻面呢 我們搭配一些起司 下去做炙燒 對 我們來試吃這個 這裡面有薯餅加起司 那個聲音 好脆 好大片 這個好香 沒吃到那個味道 就已經哭鼻了 好香 偷給它炙燒一下 那個起司 有炙燒過 有的 好脆 好好吃 有點像那種 你知道現炸薯條 然後沾那個起司醬 我完全可以想像 這個東西常吃還好 你們就適合吃成品這樣 都起司 比較精緻一點點 你們兩個要負責收碗 因為是這邊的二廚 那我們翻過來 大概是這樣薄脆的一個顏色 我們現在把這個 那個邊邊也很好吃 對 張靖妳今天每一題都能吃 好開心喔 我每次當主要官都可以這樣多好 你現在蓋著它會不會就軟掉了 不會 我們現在就直接給它這樣 放著給它定型 我另外準備了一個用西瓜 然後搭配這個 兩種西瓜 對 兩種西瓜 我剛剛說那是什麼 就是 因為顏色上的選擇還是因為 對 顏色上的一個交錯 然後我們再 把它做一個炙燒 你算是我們這些師傅裡面 西瓜用量最大的 真的 是 這邊 你們都被它吸引走了 我的司機很厲害 沒有 因為我們轉過來 只有一顆 我們再長回去了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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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料 好害怕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這麼現實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看 再繼續看 沒有 還有這一種 好 這邊已經做到西瓜這邊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 再看一下 等一下 我不要跑了 到底是不是要過去 誰 真的很失禮 意思求叫老乾媽是吧 對 再加一點那個 堅果稅 這樣都不是自己做的 我覺得你還要不要加點辣椒 不知道為什麼 想要缺少了一點成績 好 可以 我們李師傅說 我們再付一點點 情龍椒給大家 對嘛 對嘛 對 當然他們一個人 可以吃兩份吧 來 杯 你剛剛 李師傅 你的用心 吃得到 讓整個嘴巴更豐富了 好吃對不對 好吃 我想不到這個起司球 竟然可以跟老乾媽搭得這麼好 糯米椒 有搭嗎 滿搭的 超搭 真的喔 只有我跟他去幫忙 對 現在這裡面用一點點的印象 乾煎 對 你現在什麼都學了 我覺得你接下來就要學做菜了 可以 我會 你在挑戰去那個 會嗎 去考執照 可以 花椒粉 花椒粉 對 然後 來 直式球進來 吐 用吐的 一路 對 都吐起來 這樣很像那個 椒鹽龍豬 對 這什麼醬 柴魚醬油 你都撒到外面去是不是 他其實不想加那麼多 不加那麼多是不是 一點點的老乾媽 這個味道 學長 不要老愛超級學弟 很厲害 有時候要問一下 他到底為什麼那一匙要往外剝 好漂亮 顏色上又非常好看 黃綠紅都有 這沒有吃也不知道裡面的起司 對 漂亮 你的麵 然後你要做那個 你就把梅干菜 麵好了 幫你用起來嗎 放在旁邊下來 好 沾好了 好的 來 加一點點的紅油 這個是 我特製的紅油 然後跟 一點點的辣豆瓣 牛麵的味道 它是 香香 肉粿那些都有 都有 然後我們放一點起司 蒸拌麵的董事長 人家的配方 對啊 你想要用那個高湯 讓它整個入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 我想要有開發另外一種香氣 那就是OK 就直接去開發了 對啊 對 記轉 我帶回來 來 正經來 好 好了 稍微讓它先定型 然後外面其實都焦脆焦脆的 這種感覺 那個已經變起司餅了 對 起司餅就是要起司餅 然後我這邊用高湯跟煙燻起司 一起去煮一個醬汁 然後搭配這個 變白醬 搭配焦化洋蔥 還有跟咖哩湯塊 所以我們再煮咖哩醬的湯塊 然後待會會變 起司放在水裡面煮 後來變起司奶水了 對不對 是 但是要用小火 它化掉了 它會小火 它不適合太高溫 也不適合久煮 對 只是短時間的讓它煮化 這邊我們要準備來脫模了 漂亮 切壽司 這刀很重要 那個脆 脆脆的 脆脆的 米蛋糕 它一直不斷壓 它壓得夠久了 它是成型 這個不吃太可惜了 好 來 這是兩種 來準備成盤 重磚算盡 好美 重磅登場 好 我們有起司 上面再放這個火腿 這個是前菜 是 放一點芒果丁 你用的是哪一種芒果 下水吧 它其實它還不知道 公共可以 這個都長 好高級 要給黃上汁 要給黃上汁 這個以這個盤 你這盤設計的 覺得很有Feel 對 璀璨 你們為了你的璀璨 真的 璀璨 璀璨 冰花煎餃 這邊的 給它稍微亮亮的 點綴一下 是 還真的用完了 沒有 煎餃的部分 都算得剛剛好 你好厲害 全部都搭得剛剛好 對 好不好 烤不魚子 好厲害 然後搭芝麻葉 芝麻葉上去 對 可愛 對 也是璀璨的一部分 是菊花瓣 玄花愛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 完成 謝謝 好美 太好了 好 我們去 還有那邊 來 笑話我出來 真的 不要這樣子 我這邊也非常地漂亮 對 裡面我先放了一點紅油 然後我再用一點點的芝麻醬 好 少許的高湯 然後蒜泥 蒜泥很重要 蒜泥 對 然後一點點的香醋 那個是什麼 柴魚 沒有 這個是那個 黑豆硬油 我加一點點的 黑豆硬油 然後再把蔥花 拌下來 來 接著 麵 麵 哇 哇 你要攪拌均勻 夠夠夠 醬夠 一下你也做不 那湯就不見了 再放上 剛才炒的這樣子的一個 大量的 銀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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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乾嗎 提一點點味道 來 之後 上來 起司 對 大家其實真的很酷耶 特別喔 滿好 雪花 雪花冰 很漂亮 雪花冰 然後我們再撒上紅色的 紅胡椒 紅胡椒粒 最後再一點點的綠色 裝飾 這樣子 花生碎有花椒嗎 要擺盤嗎 差點忘記了 就花生冰了 你怎麼沒有花生冰 花生冰一定要有大量的花生 所以我們很少 大量的花生碎 對 我沒有牌子 當然 你這邊有一個餅 是什麼餅 這一個的話就是 帕瑪森乳酪 然後我們用微波爐 去做出一個厚的脆餅 這個微波爐 對 我們把它這樣放上來 好像一本書放在後面 對 這樣子就完成了 漂亮 奶香招來淡淡麵 配上蕭香流星球 好了 今天將近有十種的 不同的起司 所組合而成的五星級的料理 來 上桌 哇 而且搭配那個起司餅 風味有風 哇 那麵一定很好吃 而且這個氣球 真的 我們沒有吃到他們 很舒服 你們大家那個香氣本來就好吃 這起司餅好好吃 麵啊 喔 好香喔 麵應該很好吃耶 麵如果味道不夠 你就再補一點那個醬汁 真的是太爽了 球友 好香喔 嗯 嗯 喔 又香又辣 欸 我去主考官 太爽了 對耶 我都沒發現 我想為什麼他兩邊都吃 他在演 這樣 這樣太驚訝了 對 為什麼兩邊都吃 我平常不是這樣 你真的平常 他眼鏡充分到現在 第一次 對 他第一次 第一次說明顯吧 第一次說明顯吧 一輩子很爽快 他過頭來跟我說 幫我留一個 幫我留一個 平常都是這樣 非常有層次耶 對 你的芝麻香氣 你的紅油香氣 什麼都是一個一個跳出來耶 他完全沒有感覺 就是 全部融在一起什麼都吃不到 謝謝 這個麵把所有的香氣 全部疊了 全部都吸在這裡 平常很高興 不好意思 你的味道不見 對 其實感覺是要 其實感覺是 裡面一個很濃郁的高湯 對 真的喔 他把所有的 所有辛香料的味道 都 巴附在一起 然後你吃進去 在口中呢 他每個味道 又在嘴巴裡面 一層一層的拆解出來 很棒 那個效果 謝謝 你先吃飽飽 真不好意思 我們就先從這個壽司的部分 開始吃 壽司先開始 壽司 每道都是喔 真的好開心喔 搭配了那個酥餅 一直養著一口 好的 酥脆的口感 好難喔 然後裡面它的鹹度呢 其實有用這個煙燻的鮭魚去帶 你這一口會不會吃太大口 不會喔 挺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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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起司品 然後這樣會有人在家裡 好 突然就有那個聲音出來 他說得有點大聲 嗯 你不甘急我喔 那麵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它嘴巴裡面都是煙燻焕焉魚的味道 對 然後接著可以開始吃那個西瓜的 那個跟火腿結合的壽司 好愛喔 所以 有那個感覺 有嗎 有嗎 有脆脆的感覺嗎 有脆脆的 脆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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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這個裡面起司其實扮演著 滿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你會想到要把水果 要把薰龜 要把馬鈴薯泥 竄起來它需要一個好朋友的角色 所以它這個卡門貝爾起司裡面 就扮演著一個比較柔滑 然後把所有的味道都統一了一個 很棒的 好朋友的角色 你那個煎餃太大對不對 不會 你們怎麼吃那麼快 一口差不多 一口差不多 好 這等你 你現在吃到哪兒了 到煎餃 到煎餃的部分 吃煎餃 對 那個西瓜那個前菜味覺得滿厲害的 因為它是用西瓜 那個就有 水分比較多 有它嗎 那種阿密瓜火腿那種的概念 甜甜甜的 在你嘴巴裡面 它那個起司外頭那個 所謂的璀璨的外皮 那個 怎麼樣 是不是太硬了 不會很硬 它好酥脆 就跟Max剛剛那邊做的這個雞子餅 你們剛剛剩那個 很像 它很像 煎餃底部煎的那個焦焦的那個 然後香氣又不太一樣 沒有皮的那個 就是香氣不太硬 很像牛巴那種 就是香氣不太硬 對 加到過程不一樣 來Max 我覺得它比較厲害的是 因為它那個起司的鮮味 跟瑤柱的鮮味在一起 我剛剛一瞬間 我要問解釋說 你是不是加一點蠔油什麼的 下去做提鮮 因為它瞬間的鮮度很高 它跟我說其實就是 這兩個的效果 然後去讓整個煎餃的鮮度 是翻倍一直在轉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部很厲害了 好鮮喔 鴨肉是好吃喔 鴨肉是好吃 這個真棒 這個西瓜全太好吃 也要不要再說 來 找你吃吧 好嗎 我們說真的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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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